用心深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林佳丽 每周六早上七点钟 我们再度在中广流行网与您相见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什么样的来宾呢? 今天的单元是实践生活家 在很多团体里面,我们都可以遇到很多 很多有生活小法宝的人 那在瓷器的志工里面,当然有更多更多的人才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一位 嘉丽觉得她是一个很温暖的妈妈 因为去到哪里,只要有她在 你就觉得说好温暖,看到这位妈妈的笑容 你就会觉得说,今天好幸福哦 这位妈妈呢,她很亲切 很像你在菜市场遇到的那样子的阿姨 她的学历也许不是很高 可是她能够在大学的讲堂里面 对着教授,对着大学生做专题演讲 她英文这个单字呢,认识的也许不多 可是她一个人却能在语言不通的国外呢 带领很多临时成军的少年团来煮热食 甚至这个热食提供的大概有上万人次 这些都是她在参与每一次的国际救难 然后震灾的时候呢 她有很多很多的经历以及人生体会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位就是 罗美猪师姐 嘉丽觉得她很温暖 所以接下来嘉丽都会称呼她为美猪妈 美猪妈好 嘉丽姐好 全球听众大家好 你叫我嘉丽姐 这样我会让她演的 因为我们都是称师姐嘛 对对对 而且我上次遇到美猪妈 刚好是在八月底的吉祥月的祈福法会 我们演员呢 在休息室里面休息 美猪妈就在旁边照顾呵护我们 吃东西的湿解 然后美猪妈最后一天两天她就说 明天在后来我没办法背的 你应该带来我去疗国 对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很荣幸 可以在七月吉祥月 那我们刚好是接待主 那接待主我们被分配到的就是演艺 演艺人员的这个接待 那很荣幸啊 可以接待演艺人员 包括你还有唐美云啊 这个是我们的荣幸对 没有是我们真的很幸福 可以让妈妈照顾 而且美猪妈呢 特地都会给我们很多水果 好这就要来讨论 为什么每次看到美猪妈都有很温暖的感觉 你知道你像太阳一样照料的大家吗 我觉得我只是说尽本分而已 当然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太客气了 这次我们去疗国您待了多久 待了多久 因为我刚好就是可以就是两提次 第一次是去看灾大概也将近八天 那还有连接的就是第二提次 差没有几天 要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可能在台湾没有这个新闻 因为辽国在七月底的时候发生一个大水难 可以这么说吧 因为他们的提防溃体 然后淹没了 几乎淹没了好几个村庄是吗 对 因为他辽国 说实在我们被通知 说要去辽国赠栽 因为在新闻也没有看到 我马上用Google来这个辽国 Google英文吗 没有是中文辽国 那他就是 他是水坝溃体 是 因为辽国我们听起来 好像是一个很古老的地方 那这个辽国的一些信息好像很少 他是在东南亚 然后他刚好是包在中间 就是马来西亚柬埔寨 越南啊等等 就是中南半岛的 在中间因为他 而且也是唯一没有港口 所以他生活就比较落后 那因为他就是对外输出啊等等 又没有工业 对外输出比较没有办法 又没有工业 所以生活就比较落后 但是呢 他们的国家 也变成用他们的那个山啊等等 他有很丰沛的水 所以他就组水库 组水库 花店卖给邻国 所以他 所以那个水库里面的水 其实是来做水利发电 然后卖给隔壁国家的 而且他预计在2020年 要100个水库 他现在已经组了46个 那这一次呢 是一个新建的水库 是 溃堤 整个50万立方的水 就如万马奔腾的狂泄下来 所以造成1000多人的失踪哦 1000多人失踪 我这里资料是50亿吨的水量 宣泄下来 然后大概有六个村庄被淹没了 死伤失踪的树木难以估计 然后大概有6000多人无家可归是吗 对啊 6000多人哦 就是上场讲无场吧 那他们 他们那里哦 都是一些种田的居多 所以他们的房子啊 田地啊 有的被冲走 有的被覆盖 然后当天 他是7月23号晚上 对 发生的 那最靠近水坝 那个当然 其实是最严重啦 可能1000多人失踪 应该也是死亡 那么久了都还没找到嘛 那有的就是 赶快逃 他有时间逃 那活着 有的就是在屋顶上 逃到屋顶上等待救援 OK 对啊 那你看到 有很多的这个 后来他们是被安置在学校 学校 就是县府 那您去的时候 已经被安置在学校了 对对对 安置在学校 然后有帐篷 国际间有发帐篷 还有他们也安置在学校里面 好 所以那个时候只能这样嘛 然后我们第一梯次去 去的时候看到了 去看灾 那真的就是像一间教室哦 有的被安排师傅啊 那师傅呢 那师傅呢 又要堆积一些人家赠送的衣服啊什么的 是 其实空间已经不大了 那很惨的就是师傅人家哦 不是一户一户你你就睡 所以没有一个交流一个交流分 他们就是变成是说 不管哪一户人家 只要有空间就插着睡插着睡 哦 对 所以整个那个品质是非常不好的 都睡在地板上 对地板上啊 有的潮汐啊 那还有就是说狗啊等等啊 有时候会跑进去 还有他们那里哦 你沿路看沿路看都是牛 牛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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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会跑到帐篷区啊什么 那也会会有牛粪啊等等 他们又适逢那个雨季 他们那里就是六夜到九夜 哦 是雨季 对对 所以经常下很大的雨 你就 如果不是到那边 你会觉得说 那有这么多雨啦 那真的好潮湿哎 对 就很辛苦 啊 甚至于那个雨水 都还会 渗进去那个帐篷里面去 哦 湿搭搭的 然后他们一出帐篷 也是满路的泥泥 很辛苦 然后在帐篷里 不只是有这样的雨水哦 会被渗进去 那因为是帐篷 因为我们有垫的床啊什么的 哦 所以本来应该是睡在学校 就是他们疏散的时候 疏散到学校 可是好像是说九月初要开学了 开学 就开始慢慢要移到帐篷里去 对 他就是说帐篷也没有足够的帐篷 哦 所以有一些是住在学校 那学校当然地是比较平 就是在帐篷里面 他铺在那个路面 噴噴噴噴 对 有石头啊 钻块啊 对 那有一些老人家 或者孕妇啊 等等 他们就很辛苦 就睡到腰酸背糖 听说很多就是风湿都犯了 很多的病都慢慢的 到我们第二天去的时候 时间又比又拉长了 那有甚至于 有的已经开始生病了 我们有一个帐篷里面 他住六个人 四个人要去挂病号 要去看医生 对 然后天气就一下子下雨潮湿 但是没有下雨又很热 所以在高温又雨季潮湿的状态之下 住在帐篷里面的这些 当地的民众是怎么样 受到慈激之中的照顾 我们去就是看灾 那发现就是说 他们极需要的 就是扶会床 还有毛毯 毛毯 对 那么热的时候还是需要毛毯吗 他还是会下雨 那毛毯垫着呢 垫在扶会床上面 睡着会比较舒服 还有呢 就是净水 所以我们国际救灾的基本配备 我可以说是 浮会床一定会必备 因为刚好是在这个有水灾 或是水难的地方 可以把那个地面垫高 让他们可以睡在 至少不是睡在地板上 因为地板上有时候太湿 太冷 这个都对身体不好嘛 然后把它垫高之后 再铺一层我们的宝特瓶回收制造成的毛毯 然后饮用水很重要 对 然后我们那个通通是发在帐篷区吗 还是学校那时候还是有人住 就是他们虽然是在这个睡在学校 但是因为就是要开学了 这些在学校的 他们会一直移出来 所以他对扶会床的需求还是要 那我们那时候就评估 就是说两个人就是一张 那四个人就是两张 所以一户如果有六个人就有三张 三张对 然后我们还是有造册 那当时候就请村长为我们造册 其实那些村长啊什么 他们也是受宰副 那我们就用那个 现在手机很方便 我们用手机 那Google我们的扶会床 他可以这样拉开这只床 然后还可以当椅子 那他们就很高兴 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去发那个领取单 领取单这个才会不会重复发 或者是造成那个没有的 或者是会秩序会乱 所以我们都发领取单 那我们在发领取单的时候 告诉他 我们要发扶会床 那他们好感动哦 他们就说啊 一个月来都没有好好睡过 知道呢就很高兴 那我们就是第二题次就是去发放了 那也包括有实业家就是辽国当地的 我们说的发放是除了制证他们 浮会床毛毯之外 我们还有送给他们一些生活必需品吗 没有 那次没有 当然那个时候也有送那个香机换 香机换就是比较山上的 那我们没有办法到达 山上的这个物资也比较缺乏 那是透过县府 透过县府他们每天都有几趟的直升机来玩 那我们一点二顿的这个香机饭就透过直升机送打上去 香机饭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我们请美猪妈等一下来聊 我们先聊到刚刚有那个 浮会床跟毯子之外还有净水 你说净水很重要 因为大家那个冲刷了下来以后 饮水不容易对不对 对 所以饮的水感会没清洗 因为以前有的也没水啊 停水 停水嘛 那我们那个柳师兄 他们还是会看查场地 或者是看哪一个地方最需要 那他们找到一个比较物资缺乏的一个地方 在那边安置这个净水 装装净水 那我觉得说我们都一直在这个 为这个能够方便 因为在海燕风灾的时候 它是大型机器 那个要运载就是比较困难 那这一次呢 就是这些净水 装在那个大型的这个行李箱啊 我看他们大概是十个还是八个 然后到现场 对对对 听众朋友可能听不见 我们看得见的广播里头可以看到 我们的影像 这个净水组呢 是由我们由水利署及工研院所研发的 高机动节能净水模组 一个小时可以能能过滤一百公升的净水 所以你说机器很大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菲律宾的海燕风灾 这个模组就第一次使用 对 然后就方便了当地的居民的饮用水 然后这一次呢 再次出动 可是因为缩小了 轻便了 分成几个行李箱带出去 应该有八个或十个啦 那就是很方便 很方便运送 然后到灾区又很方便的组装 那我记得在苏迪勒那个时候 也是大使 对对对 乌兰苏迪勒 他一天供应六千人的饮用水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就是真正能够除了福慧床 还有香饥饭 还有净水 都能够真的就是为这个灾民去设想 那那个福慧床 你知道吗 我们发放 发放完了 那我们再回头去看 有的这个已经躺在那个福慧床 已经睡着了 呼呼睡是因为好安心 对他们将近两个月了 七月二十三 七月底 然后我们八月八月底 八月二十 九月初了 八月十几号 好 那我们宋达嘛 他们真的好感恩 那有的呢 就把福慧床拿到树底下 一家和乐在那边用餐 好棒 福慧床是可以搬应的 它又像桌子又像椅子 又轻 可以移动的 对 那如果白天在帐篷里面比较热啊 他们可以移到外面可以坐着 对 否则那么长久以来 他们就坐在地上 连椅子都没有啊 如果刚好雨季就湿答答的 对 所以有一些 辽国当地的实业家 他们都觉得不可失忆 而且你们还可以把这些物资送给这个灾民亲手遍布施啦 对对对 而且是他们水灾之后最贵重的礼 因为我们发现灾民很忙耶 嗯 因为一下子这个单位要来送一下子那个单位要来送 但是送了很多对他们来讲还不是那么需求 衣服非常多非常多 我们常常在很多的震灾的现场会看到堆积如山的物资 因为很多单位都很有爱 如雪片般涌来然后就堆积成了山 可是志工们会说 我们根本没有人力去分发 而慈祭志工是亲自 亲自造册 然后再把这些需要的人找出来一户一户 然后比如说两个人需要一个福会床 我们就一个一个送到灾民的手上 我们甚至甚至还有老若妇孺 那志工啊就会帮他们搬运到他们的帐篷区 到他们所住的地方 一个福会床15公斤 是 那如果说两个啊 那就真的是很重 可是我觉得说我们的师兄师姐 大家呢为了说 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 只要看到他们能够拿到他们最需要 最喜欢的这些福会床茅团 我觉得说再疲惫大家都愿意 都愿意 哇这个住的地方有了安顿了 然后又有饮用水了 也要让他们吃得饱 刚刚师姐所说的香鸡饭呢 就是我们的师傅所研发的 它是已经煮过的米 干燥了 然后呢再到急难现场的时候 它其实是可以倒出来加热水 然后 慢一下 就可以食用了 所以在那种没有办法开火的地方 其实是有热腾腾的东西 可以吃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听说你之前是不用太煮饭的 可是你第一次到菲律宾的海燕风灾 抵达现场的时候 你却必须要煮一天 甚至上万人次的饭 给当地的灾民吃 那你买怎么煮 我其实在家里 我也是一个好婆婆 就是有时后也要煮 有时 虽然在慈祭里面忙 但是一有时间我还是会煮 可是煮是煮三人份两人份啊 不是那个一次要煮一大锅 那很少人 像在慈祭里面 因为台湾人很多 分工很细 有香机煮啊 所以我 专门煮饭的叫香机煮 所以我香机煮 我是不曾煮过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在海燕 海燕的时候 我看到 印了这么多香机煮来 那表示上人跟静涩师傅 他是很慈悲 他知道这里灾很大 几乎要会成 所以他运了很多香机煮过来 那我就知道他们这一份的慈悲 是要给灾民可以吃 吃到香机煮 那我不会煮怎么办啊 对啊怎么办 一锅那么大锅 你只煮过那个三人份五人份的 这样怎么办 所以我就用简讯 简讯赶快回来台湾 一位师姐告诉我五公斤的香机煮是需要多少水 所以很快的就得到答案 我就赶快试做 然后试做成功 就很高兴 所以一锅那个饭锅 最大型的饭锅是要煮 可以煮五公斤的米 五公斤大概是可以十公斤 十公斤 后来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的菩萨啊 蔡美玉师姐啊 他知道我在台湾没有弄过这么多的香机煮 然后他就掉眼泪啊 结果第二天就对对对 他听你烦恼说美猪不会煮怎么办 然后菩萨很慈悲啊 他第二天就被叫到说要来来做香机煮 那来真的是奠定了这个香机煮在这个怎么做 然后造成菲律宾的一个高潮香机煮的高潮 而且我们还破纪录 总共呢在那个救灾的那个阶段用了十六公顿 那他就是他就是你五公斤的香机煮 然后就是要5000cc的滚烫的热水 但是他其中为什么会那么好吃 就是会加了大概一个环保碗的七分的这个油 先加油 对对先加油 调味料然后先倒开水下去火 然后香机米才倒进去 然后米跟水都混合了 吸干了 然后就搅拌的很均匀 锅子盖上去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后就是香喷喷的香机煮 好听众朋友仔细听就是五公斤的香机米跟他所配备的可能是有一些调味料 那个那一包比较小包的那个调味料 调味料它有搭配组合好 对对对对对我们大份的就有他大份的调味 有组合包 组合包先倒到锅里去加七分的沙拉油 5千cc滚烫的热水冲下去 好这些热水当然是我们进水煮 溜下来的煮滚的热水 然后米五公斤的米再倒下去 米米还没倒下去之前 它有一个好比说有黄层层的玉米的 那一些要跟米先和 先和 对然后再一起倒下去 再倒下去 就是有蔬菜包的还要跟米粒和在一起 然后再倒到这个已经有滚烫的调味水里面 又嚼嚼的 嚼嚼嚼嚼 嚼嚼嚼 所以你每天就这样子做搅拌的动作 然后我自己没有办法 我们还组在这个菲律宾的时候 就组了一群湘鸡南海 一二十个 菲律宾是讲英文的地方 你英文很厉害 你是怎么要带湘鸡南海 你怎么搅拌 英文我就不可以说 但是因为刚才有提到 因为我事实上我很喜欢读书 那后来因为家境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十三岁呢 就去这个支部工厂上班 就辍学了 就没读书 一天要十几个工作小时 那后来到了十七岁 忍不住去读两年的夜补校 忍不住是很想读书 很想读书 那白天上班 晚上就赶快跑去念了两年 那学了一些就是单字 所以在那里就只能用一些 没有文化 简单的单字 好比说湘鸡南海 或者是我的五个Waterboy Waterboy 有挑水的男孩 滑水给我们吃 给我们睡 给我们穿四个 穿衣服 工作量都很大 湘鸡南海的工作量也很大 但是我要 我觉得我有面包 我有什么要给他吃 那他们的名字露露等你知道吗 我就给湘鸡南海 湘鸡南海比较多 那我就会数 我就这个面包 或者是什么 拿在手上 我就1 2 3 4 5 你用点名 他们就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10 十个人的就是湘鸡组 挑水组就是1 2 3 4 5 他们就知道 肢体一定要加上肢体 然后那个湘鸡饭 我们给以工代证的吃 那没有问题 那个都是人都集中在一起 那我们还舍不得有一些 比较偏远的地方 所以我们还送去 那我就请我们的湘鸡南海 帮忙请他敷饭 更远的人 可以听到可以来吃 所以我就跟他说 Please call everybody come to eat 来吃去吃 各位听众朋友 你听得到这个逻辑吗 Please call everybody come to come to eat 来煮多家就有帮我吃了 结果就这样照顾 结果他一下子搞不懂 后来一晃神 他再组织一下 知道我的意思 然后他就用两手 像这样拉拔 就要画画画 画他们的那个 抗云的乡民来 那些孩子啊大人啊 就拿着他们的杯子 我还请他们就是 要拿这个杯子啊什么的 就来排队就来音乐曲 好棒哦 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你只能这样 所以其实不懂英文 小时候没有读书 有什么关系 可以沟通就好了呀 你竟然可以用这样的 1 2 3 4 5 然后带领了一群挑水男孩 然后 10 1千 20几万人吃啊 在那个 22万4千人吃都用到了 您所煮的香鸡饭 是我们的那个团队 我们的团队 包括蔡美玉世界 他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 所以真的很多的小朋友 我们感恩有慈祭饭 感恩有慈祭人一起来 让当地的灾民都可以吃到 一碗热腾腾的热食 我们下一个part再回来 我是林嘉丽 您所收听的是 用心深呼吸 欢迎回到用心深呼吸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慈祭之工 美猪师姐 美猪妈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 刚刚有仔细听的话 美猪妈刚刚有悄悄地 带到自己的小时候 其实他刚刚讲到 他小时候 要做13 14个小时的 你那个时候算同工吗 是啊 所以家境不好 对不对 你知道我刚刚秀出去 就很像叙利亚那些 在外地土耳其 打工的那些小孩 我就那个身影 就看到美猪妈 弱小的身影在那里 坐坐坐 所以小时候家境不好 我们也曾经得到一些 比如说那时候美猿 其他的国家的奥猿 你那个时候 你们家里面 有接受别人的帮助 有有有 我小时候我记得 因为还不是很清楚 看到一群人一直跑 都就是要急着 去拿那个面粉 或者是奶粉 或者是卡片 我看到一群人 就跑跑跑 就是去拿那个 我们那个时候 都有看到那个 用面粉袋 面粉袋 还来做衣服 做裤子 有有 我拍戏都有拍到 但是我没有经历过 你是亲身经历 有有有 那你刚刚提到同工 我13岁 那时候要有上日班跟晚班 每次晚上要出去工作的时候 我就心里很难过 看到别人家的灯火亮亮的 我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去上班 而且那时候没什么路灯 是 对 然后我有时候下班很晚 我会看到 永远有一个 有一个烟地 我就知道我爸爸 他怕我不敢走 就在那个巷子口 在等我 所以那个烟地的光 永远记在我的脑海 他在等你放学 不是下班 不是放学 不是夜宵 是下班 对 对 很晚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音乐 所以我很感恩 因为进来持继 那我觉得一般的家庭主妇 就是看好家里 照顾好先生孩子 柴米油盐酱醋茶 都大概是不理这些 那我会感恩 就是进来持继 那让我们在持继里面 当然是学习很多 然后还参与很多 包括国内的 我有看到资料 您其实从SARS 那个阶段 SARS 还有系纸 那时候经常水灾 水灾 去发送便当餐盒 然后还有大元空难 等等 我都有参与过 那你看到这些 那你自然就是说 对一些事情 你会看得透 看得开 但是最主要 因为你 你这样一个参与 让你的这个生命 有了方向 让你的生命 丰富起来 丰富起来 对 那有了方向 就是知道 而且让我们觉得自己 自己的生命 是很可贵 很珍贵 所以就是会善用它 所以你才开始走出去 因为有苦的人 走不出来 你就给他 走到他的生命里面去 对啊 你就开始参加了 各个国际正在 我记得尼泊尔你有去对吗 尼泊尔也有去啊 菲律宾你有去对吗 有啊 菲律宾去了四次 还有那个 当然921 921大地震的时候 我先生啊 我家先生啊 我们那时候盖了 52所学校嘛 那我们任养的是 集体国中 我先生去住了八个月 我们也去那边做相机 然后第一时间 我们还去那边 去访事 去安抚 因为那地震摇得那么 那么严重 死伤又那么多 那一些都吓坏了 整个 就是魂不守舍 那我们去那边安抚他们 让他们身 整个安定下来 所以灾难 天灾它是不会分 我要落在哪里的 对 它只要一个变动下来 不论是台湾 不论是海外 它就是大型的灾难的发生 而就是有像您这样的菩萨 就要涌入 然后去陪伴这些苦难的人 其实不只是身体的苦 其实心灵更苦 因为有些人 我记得我有看到 那个辽国的片段 你好像去安抚一个辽国的妇女 可是她说她什么都没有 可是她笑笑的 是吗 是 但是就是在灾难的时候 其实都有灾难 整个候群 他比如说他当天 这样子受到这个水的冲击 还在半夜 他其实是害怕的 很惊吓的 但是 但是 国情不一样 我觉得国情有一些不一样 像有的他就是心灵上 遭受到这样惊吓 他会哭 他会 或者是一夜之间 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包括伤啊 王啊 是 家人没有了 对 或者是 努力几辈子 一辈子 的努力都没有 都泡汤了 是 有的就是会哭 会这个 然后疗口是蛮特殊的 他们呢 真的就是非常任命 他们觉得说 这个是天灾 他们也是一个佛教国家 对 小生活教国家 那我们 安抚了很多 但是他们都不会哭 说实在 他们的内心深处 还是害怕的 所以晚上睡不着觉的 还是会放口 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 就是蛮安定的 那辽国这个地方 他感觉是一个 很古老的地方 可是他的民情 却很有礼貌 你物资给他 或者饼干给小朋友 不会抢 而且你给他 他还给你合肩 合食 不只是合食 还弯个腰 这很有礼貌 而且比较难见到的 就是在灾区 他们的洗手间非常干净 所以本应该就是一个 蛮有礼节的一个国度 那这一次我们到辽国 就是人生地不熟 而且路非常艰难 但是我们很幸运的那里贵人很多 就是他还是有华一 在那边 华一的实业家 实业家 那企业家 对 那他们就是很乐意帮助我们 但是他很好奇 他就说 你们不是人 你们做的事也不是人做的事 他觉得说 你们台湾那么远来到辽国 语言又不通 语言不通 然后 他们讲英语辽语 那一条路 三十四公里 我们却要 开车却要走 将近两个小时 就是泥土 他 我们做那个四轮船动 都还跳起来 我说那一条路 应付不能走 应付还没有到 孩子就生下来 然后我们就坐在车上面 抖起来 对你们脊椎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对 然后还有的其他车 那个坐的那个板 坐的那个椅子 还掉下来 掉了三只 还压到腿 他说你们这样子 这么艰辛 那你们也来 到底是为什么 后来他感受到 慈激人 真的是坐到鼓 因为他们其实在那里 也很愿意坐善事 可是他们说 他们都只坐到皮 看到慈激人 是坐到鼓里面去 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 就是说物资要亲手遍布施 如果以他们以前都是 跟对口讲一讲 东西就给人家了 到底能不能花到灾民的手里 对 所以他看到我们还要一一去仿事 真正钱是用在刀口上 物资呢真正拿给灾民 所以他很感动 对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因为借由慈激人到了辽国的身形 能够希望他们也像慈激人这样的精神 自己照顾自己的国家 自己爱护自己的当地的这个人民 这个才是最重要 所以这次去到辽国应该 启发了很多人的想法了吧 有有有有 他其实很感动 更回馈当地 让当地的那些企业家们 其实其实慈激的国际震灾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样 像已经很多很多的地方 如果有灾难 其实是不用我们去了 当地的人就可以自己做了 自己救了 这个也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精神点 所以其实很多就像国际震灾 发生的时候呢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慈激人去 其实不只是要安定他们的心 还要引导他们出来 去怎么样去做 去关怀 去做对的方向的事情 那为什么需要这些妈妈们 这些妈妈们 我还跟我说 国际震灾不是男生去就好吗 那么险恶的环境 为什么女生要去呢 我们来听听看 正眼法师怎么样来称赞这些 女性的菩萨们 其实 如今也很严重 主持来的菩萨不都是 妈妈妈 不都是女菩萨基督妈 很多都也是 真有成功 管世音菩萨 那不是那些路上呢 但是啊 必须啦 世间几十亿的人口呢 可以真的 所以就立愿啦 去生就人间的志愿 愿意去付出呢 就有家庭 但是呢 我为天下家庭 这种的菩萨真正啊 女人的主比善良也真高啊 女人亲像的主妙同样 为人妙吃菩萨 其实这个为人妙吃菩萨 这个志愿能够用在 普遍尽甘众生啊 这那就是 那就是 无志愿 好 那这就是啊 为众生啊 庆祝存 为众生 为众生 付出 哦 我想无常啊 这种国际震灾的状态 不是常常发生 我们也不愿意它发生 但是呢 在社区里头 这些志工 还是天天要做事 刚刚 上人特别提了 女人妈妈们 就是因为她有特别有慈母的性格 她特别的温暖 特别的慈悲 但是慈悲 需要有智慧 对不对 我们要怎么样 让这些妈妈们 更有智慧 是不是 需要邀请大家 回到道场来 去感受更多的温暖 再知道要怎么样 把方法 把这些温暖 传递出去 我每次去三重 进司堂的时候 我都觉得那个地方 好温暖 因为有美竹妈 坐镇在那里 美竹妈 你是怎么让那个地方 感觉很温暖 让人家觉得 它不是一间庙 不是一间道场 它就是一个家 我想要常常来 当然 在三重进司堂 需要有很多人 是一群菩萨 那大家都有共同的这个理念 就是一个在三重的一个进司堂里面 我都常常觉得说 它是一个没有围墙的一个地方 就是很开放 那三重 那三重 一直以来 我相信每个进司堂都是一样 它所有的里面的 不管是任何活动 其实都是为我们社区的里民去设想 所以我们有很多社交课程 是吗 对 社交课程也是终身学习的 而且很多元 随时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有大人小孩老人都可以上的课吗 真的吗 所以有很多人不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仔细听了 有很多课程 有哪些人可以来上课 都可以啊 像我们也有亲子书法 亲子书法课 对 我们甚至有音乐课 有古增 有二福 然后还有长青手语 那这些就是我们的课程里面 是很多元 我们有招生简章 有有有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觉得说小朋友 从小给他有一个很棒的一个人生方向 道德规范等等 所以我们办了二十几年 今年是第二十二年 我们在暑假都有办暑假 这个儿童夏令 夏令 我们甚至已经今年迈入第十九届的青少年 因为早期你会发现现在的青少年 这个整个的人生的方向 就是怕他们被这个外面的诱惑 迷失了 所以我们都有办这个慈少 今年是十九年 慈继少年 对 这是国高中的孩子 国高中的孩子 对 然后还有我觉得说 我们现在很多是新住民 新住民 对 那新住民嫁到台湾来这么远 那在一个嫁过来 在结婚之后 其实是难免都有亲子关系 婆媳 夫妻 然后他们如果说有心情不愉快 不准 然后一趟老眼 在国外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回去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三重园区就是他们第二个娘家 所以我们开了新住民班 所以让新住民们觉得这里也是有个娘家 可以回的感觉 对 让他们可以请述的 当然我们有一些课程 让他们能够听了法之后 听了静思语之后 告诉你 他们一来的时候 有的就是只要一开口 他就哭 到现在是会笑 他的心情不好 或者是疑 或者是不解 在这里得到了答案 那我们还有乐龄班 我们现在的六十五岁 因为四季 阿公阿嬷 现在我们的社会 已经迈入了老年 老年社会 已经正式迈入了 没错 对 然后 我们追着日本的脚步 我真的是 我们不得不赶快 所以我们乐龄已经办了两年多了 而且很大班 一百八十几位 那我们这个老年人 刚在家里就是给电视看 然后你如果长期头脑没有用 或者是跟外面接触 会提早失能 失智 对 那所以我们乐龄 我们设计的课程是 让他尽量是首脑并用 所以他们来上课之后 都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几岁 而且你知道吗 老年人去上课 让人家问他说 你今天要去哪里 我要去上课 好可爱 好像小学生也拿着书包去上课 所以我觉得说 当然就在国际间 或者是国内有灾难 那我们都要出去帮忙 但是我们都不希望 我们每天都蛮有祈祷 希望天下无灾难 但是在平常的时候 我们还是在社区里面的经营耕耘 那我觉得说 每个人的善良启发出来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越相和 越安定 越平安 社会相和平安 要靠人人一起来努力 也许国际增在的时候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费 搭飞机到海外去救人 但是您可以自费 搭上公车 只要15块钱 来一趟三重镜丝堂 或是我们各地的镜丝堂 去看看有什么社区的课程 来感受一下 这里面的妈妈菩萨们的温度 让他们就是启发我 这样讲对吗 启发我们其实是对的 因为不同的课程 其实是可以启发我们去感受 而且增长我们的视野 今天非常感恩美猪妈特地来到这边 增进我们的视野 带我们去了辽国 去了菲律宾 再回到三重镜丝堂 谢谢你陪伴我们 谢谢 谢谢佳莉姐 感恩你温暖的爱 感恩 谢谢